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 装置了英特尔奔腾银排N6000CPU的 低功耗迷里商业小储机 Mofan魔方M6 M6 N6000版本是Mofan推出的 新一代低功耗迷里小储机 它装置了四核的N6000奔腾银排CPU 32EU的英特尔UHD核显 16GB的LPDDR4内存 双PCIe 3.0 SSD接口 双4K60Hz显示输出 2.5G版载网卡和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 155x80x19 只有不到0.25升的超小体积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了 HDMI线揽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电源适配器大小和主机一样迷离 这块电源12V3A 一共36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真小啊 可能就比手机大一点 机身接口 前面板很简洁 只有一个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USB Type-C的电源接口 只能接电源 耳机接口 USB Type-C的数据和显示接口 不能接电源 2.5G网络接口 HDMI接口 三个USB3.0接口 这么小的机身上 外部接口可真不少 我们要打开后盖 把机器拆开来 卸下一颗螺丝 轻轻撬开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接口 没有内存 内存是板在的 这是一个NV-M1接口 另外一个是PCIe 3.0 SATA接口 取下当前这块NV-M1 SSD 美光512G NV-M1 SSD 下面没有无线网卡 无线网卡也板在了 这台小主机的集成度太高了 好了 再也没有其他接口了 我们把它复原装回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M6 奔腾银排N6000mm小主机 我们先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p中等画质 平均接近50帧 这台低功耗小主机 也可以流畅地玩一下英雄联盟 接着我们看一下 英特尔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是的 它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的VP9视频 CPU平均占用60%多 GPU平均占用10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着我们进行CPU测试 CPUZ多线层1147 单线层302.7 GIGBENCH5多核2184 单核726 CINEBENCH223多核2353 单核696 PASSMARK多线层47 单线层1789 这个成绩非常不错 与我们上次测试的另一台的N6000是差不多的 最后看看娱乐大师 总分368292 CPU得分143087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惯心的问题 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冲上了17.5W 温度也最高冲上了100度 整机功耗36W左右 但很快就下滑到CPU功耗15W 整机功耗接近30W CPU频率由于开始的3.2GHz掉到 并稳定在2.8GHz CPU温度稳定在100摄氏度 我们运行了单考10分钟 CPU一直在100度以上运行 CPU功耗稍稍下降到14W 硬盘测试 这种成绩在PCIe 3.0 NVMe里 也只能算是入门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Intel X201 Wi-Fi 6的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Mbps 算是不错的了 2.5G网卡我们也使用iPad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不论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Mofan新一代M6 装置了奔腾银牌 第一功耗N6000CPU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下待机功耗9.2到10W CPU-Z最高功耗25.76W Geekbench 5最高功耗35.49W Celleybench R23最高功耗30.20W Passmark最高功耗34.49W 娱乐大师追考功耗34.46W 时温24摄氏度的时候 CPU带救温度49度 SSD带救温度63度 这里有两个温度 我们宣传了最高的那一个 保留节目 是我们给N6000运行 OpenWRT测试 CPU-Z最高功耗35.50W AES-418473 XX20-218359 Polmark 86036 在Polmark成绩上 它不但超过了J4125的61,000 还超过了N5105的77,000 甚至超过了我们测试过的N6005的82,000 是我们在低功耗CPU中测得的最高值 和两周前我们测试的另一台N6000几乎一样 还记得那台是跑在了TDP20W功耗的N6000吗 这台运行在45W TDP功耗的N6000呢 它的Colmark差不多也是这个成绩 模范新一代M6 装置了奔腾银牌低功耗N6000CPU 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商业迷离小主机 但是它拥有比较齐全的接口 三个USB 3.0 一个USB Type-C 2.5G网口 WiFi 6E 甚至还有NVMe加SATA的双存储 接口 这么小的体积 这么丰富的接口 真的是非常慷慨 能硬解8K VP9的核显 有很强的视频解码能力 适合作为一台HTPC来使用 它真的很适合移动办公或者出差 但是它唯一的弱点也是体积 这么小的体积 就继承了高TTP的低功耗CPU 散热温度就成了唯一的短板 首先它为了CPU散热 风扇会一直转 待机的静音就很难达成 其次即使CPU能撑住100度的高温 我觉得厂商配置的美光NVMe的待机温度太高了 我更换了一块西数的SN730 发现待机温度竟然低了12度 所以我的建议是购买可以不带出厂SSD的版本 自己配置SSD 然后是我真心建议厂家 还是再调低N6000的TTP功耗到10瓦就可以了 作为商业小组机 我们没必要与打过积雪的N6000软路由一样 它的体积多大 咱们这么小 性能调低一点没有问题 把温度降下来 M6就真的是一台接口丰富 适合移动轻办公的优质小组机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